哎 你谁啊 你干什么的 你是下午公司过来安排修所的那个人是吧 嗯对对对 这修好了 我就先走了 哎哎 别走啊兄弟 你不要钱了吗 你这样 我旁边还有一个房间 门把锁坏了 你过来帮我修一下 哦 行 来兄弟 就这把锁 被上个桌布弄坏了 你帮我修修看 啊 这锁也没换啊 什么意思啊 老板 那门修好了 哦 来给你钱 老板 这钱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靠自己劳动赚来的钱 他挖的不香吗 谢谢老板 老板 你明知道那个人是小偷 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 我们的决定 有时候可能会毁掉一个人 我们的善意 也有可能会改变一个人 如果能让他知道 他是靠秦辉和劳动赚来的钱 那他花的也踏实 那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找一个坏人 口味细细的品尝慢慢体会